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知识二丰富三一家的炫酷 光一个背影晚的一处就能吸引粉丝无数的刘老师 今天我要来给大伙安排一下的 这个你们期待已久久久归一 一顿私信催更的电影 《腐山行2》半导 其实这个片吧 我看完心情就挺复杂的 甚至都不想承认它是腐山行的续集 你说腐山行咔拿个8.5 这到了第二部别说8.5了 5.8都没够着啊 那咱们先看看这个电影的剧情是啥样的 最后咱们再一起分析一下 这到底是咋回事 就拉胯成这样呢 故事一开始是这样子的 说咱们那男主大壮领着他姐一家子 开车驶向港口 准备逃出这个丧失泛滥的地方 途中他们还遇到了一家子路人 向他们求救 但是大壮仅仅是犹豫了一下子 没有答应 等到了船上 他们本以为安全了 却不料一个老爷们突然丧失化 咔咔一顿翻跟头摆到形 不少成个因此丧命 其中就包括大壮他姐和他姐姐孩子 那也就是说 现在只有大壮跟他姐夫活了下来 而他们也成为了最后一批出境的难民 因为从此以后 没有邻国再敢接受他们了 其实看到这我就挺来气的 咋也不知道 这咋就能让被感染的人上来 都那环境了 你登船之前也不查查呀 王国里的教训还不够吗 说时间一晃 四年过去了 此时整个半岛都变成了丧失快乐岛 而咱们的男主大壮和他姐夫 待在中国香港 这一天呢 就有一个老头来找他俩 给他俩一个任务 说是让他俩回趟家乡 把一卡车的钱给捣弄出来 龙共是两千万美金 事成之后五五开 那咋说 大壮他们好不容易从韩国逃出来了 他们还能再回去吗 能 与他们同行的 还有一男一女两个炮灰 船把他们送到了岸边 给他们三天的时间 但是他们四个人 龙共就给配了两部卫星电话 你说你这几千万的生意 就不能一人配一个呀 你咋这么口呢 据说丧失对生和量敏感 那黑田瞅不着东西 所以这帮人也是趁黑登陆 到城里边搜寻 大壮在搜寻的过程中 还发现了一个玻璃屋 透过光线一看 哎呦我去了 一群丧失革里边叽叽叉叉的 好像上晚自习呢 说的话就没过多久 他们就找到了那辆装着钱的卡车 刚想上车 车上的尸体却突然醒来 差点给姐夫给咬了 一片混乱之中 车喇叭响了 再会好 附近的丧失全都刷刷刷 跑过来了 你就说这帮丧失多好信吧 这帮人死吧死吧 上车准备开溜 却不料又冒出了一会神秘人 往他们行进的路上放照明弹 刚刚摆脱的丧失又杀了过来 女炮灰叽叽 男炮灰被咬 姐夫躲在卡车里 算是相对安全 大壮呢 被俩孩子开车给救了 要说这俩小孩啊 面对路上的丧失呢 也是气定神险 放出去一个又有踩灯 又有伤的玩具车 就把这个丧失全给吸引走了 小样的 这赶上哄三岁小孩了 有能力你整四岁 等大壮到了小孩家里 发现他们还有一个爷爷 这老头神神道道的 总说自己能联系上 这不正是当年 我见死不救那位吗 啥也别说了 缘分的 孩儿他妈说 那个神秘团伙曾经是部队的人 但是在半岛完蛋之后 他们逐渐绝望 变成了现在这样的大土匪 他自己呢 也从部队那尬的跑出来了 那另一边呢 这帮部队的人 也把被感染的炮灰男杀了 把车开回了老巢 车里的姐夫被发现 部队的人就把他带到了 这个盗兽场 跟丧失肉搏 这好像是他们的消遣方式 姐夫和其他被抓的人进入场内 对面闸门一开 一群丧失跑了出来 诶 等会儿 你瞅这帮丧失 这是什么造型啊 与此同时 这个部队的队长 找到了卫星电话 跟那头一联系 诶 她发现了逃出半岛的机会 跟这个管后勤的 研究研究 准备筹办一个活动 转移部队其他人的视线 自己好跑路 那大壮这边呢 在讲明白咋回事以后 孩儿他妈也决定搏一搏 于是他们也全副武装 进军部队的老巢 大壮和孩儿他妈到那一看 车里的卫星电话坏了 那咋整呢 抢队长那个呗 于是这般人就开始抢占 而得知姐夫没死的大壮 也是一顿冲锋陷阵 前去营救啊 他是连人带丧失 谁也不惯着呀 那叫一个英勇啊 最后呢 他成功的把姐夫给救死了 哎呀 我心思你这是来救人的吗 你要是不救 人家还跟丧失玩挺好 说不定还能挺一段时间 你这可倒好 给人家来一个痛快 这人让你救的 太失败了 接着 孩儿他妈那边 卡车电话都到手 带着大壮就开始跑啊 后边部队的人就追啊 他们个路上就开始飙车呀 那家伙一顿飘移 过弯小空翻 整得跟速度与激情似的 范迪塞尔看完直呼那行啊 后来又有几个奇形怪状的车 上来跟他们碰 整得跟疯狂卖个私似的 汤姆哈迪看完都想戴面具啊 混战之中呢 部队这边的人终于使出了终极大招 哎呀 别人的招呢 是阴招 你这亮招也是够损的呀 那大壮他们呢 面对这种情况也继续开挂 将这些个灯逐个击破 后来大壮还看到了 之前那个玻璃屋 他集中生智 对着玻璃粉来了几枪 玻璃炸开 哎 这帮上自习的丧尸 就处了上奸操了 把追他们的人包围了 摆脱敌人的大壮也打通了电话 约好碰头 眼瞅着就要成功了 但是大伙看到这儿 发现没有 有一个人一直处于挂机状态 谁呢 这个队长 这个队长属实是个老阴币呀 他不但搞偷袭 还拿小孩当人质 两伙人又是一顿博弈 最后孩他也死了 孩他妈受伤 队长就开着货车上了船 但是你以为他是终极带恶人吗 这叫啥 这叫螳螂捕船 黄巧在后 那咱说 他们这么盯了螳螂号信的丧尸 能不来吗 哎 他们又来了 船上这班人 有一个算一个 也全计计了 这叫啥 这叫黄巧后边丧尸想吃肉 与此同时 大伙他们也陷入了绝望 这前有狼后有虎的 可咋整呢 哎 这时天降救兵 一架直升机飞了过来 他们赶紧放出信号弹 吸引直升机的注意 同时丧尸也被吸引了过来 大壮领着俩孩子 奔向直升机 孩儿他妈在后边断后 掉虎离山 大壮他们得救了 而这些救他们的人 其中一个医护上就写着 捡 行啊 你以为孩子他爷在第一层 实际上人家在第五层 说孩儿他妈被丧尸包围 准备了结了自己 这个时候大壮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决定放弃逻辑 感情用事一回 夸夸杀了回去 给孩儿他妈给救了 影片就在这种 虽然大壮前面正着 还损失一个姐夫 虽然姐来了 但是孩子他也死了 的温馨氛围中结束了 那看完这个片 我相信大伙就能明白 为啥我心情复杂了 一方面吧 你单看这个片 其实它算一个爽片 又是丧尸 又是飙车 又是抢占的 场面给你整的挺到位 这要是给电影院看 估计还有效果加成 但是爽归爽 失望也是真失望 为啥失望呢 最简单的理由 因为它是豆瓣高达8.5分的 韩国丧尸电影 釜山行的迅迹 所以咱们自然对它 是有一定的预期的 但是这第二步 明显是不符合预期的 那说白了 我们期待的是因为 我们没看过飙车枪战吗 不对 我们期待的是因为 釜山行第一步 从各个角度 都给人一种新鲜感 而且无论是氛围啊 情绪啊 还是角色塑造啊 主题啊 都非常到位 本身亚洲就很少碰 丧尸题材 更擅长的 其实是鬼怪题材 突然有这么一部 丧尸大片出现 给观众生理心理 带来了双重刺激 观众自然是喜出望外啊 但是第二步呢 不但没有新鲜感 反而是看了几分钟 就知道啊 又是这个套路 你说同样都是釜山行 还都是一个导演拍的 差距怎么这么大的 那具体的差距 体现在哪呢 首先这俩片的风格的 差距就挺大的 回想一下釜山行 那种面对未知的紧张氛围 我现在都有印象 密闭空间里边 丧尸突然爆发 男女老少都不得不面对 同时呢 还不知道外边的世界 是咋样的 他们害怕呀 那害怕驱动的是啥呀 求生啊 求生暴露啥呀 人性啊 那你再看第二步 男主逃出去了 还得杀一个回马枪 丧尸都不够他玩的 你说他怕吗 那可能是怕 但是呈现给咱们的 是他那个十八般武艺 配上主角团高超的车技 瞅着就贼拉有安全感 他打丧尸 就跟他满级英雄清兵线似的 这种情况之下 紧张感就只能沦为 说这个镜头啊 我吊你一下胃口 那个情节我留几秒悬念 这种小来小去的招数 说白了 观众看这俩片 抱着的完全就不是一个心情 其次呢 这俩电影角色的塑造 也不在一个档次上 众所周知 韩国片最后两件事 一个是煽情 一个是彰显人性 而这两点 都需要一个共同的基础 那就是塑造丰满的人物 俯山行第一步 无论是主角啊 配角啊 都被塑造的非常丰满 男女老少 若病孕 每个人都有属于 自己的人物互现 会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会有让你气愤的时刻 会有一开始挺个异人的 后来牺牲了 你却很伤心 会有那种 你挺看不上的现象 但是仔细想想 又无可厚非 这个就是人性的复杂 交织在一起 情绪的起伏 就会异常的强烈 情感的碰撞 就会超级精彩 那对比第二步呢 这里边的人物 更多是服务于场面了 这里边包括男主角在内 所有的角色 有一个算一个 都没有费啥笔墨 去塑造性格 就是他们去做了一个任务 所以他们的行事动机呢 也从生存变成了利益 主要的斗争 就集中在两伙人身上 那丧尸干啥呢 丧尸成了他们 互相攻击的武器了 你打个灯 丧尸就过来攻击我 我碎个玻璃 丧尸就干你去了 那丧尸一群一群呢 就跟流体似的 可那躺啊 总结起来 这两部电影 根本方向它就不一样 第一部的丧尸 逼出了列车上人性的较量 到最后有丑恶 有光辉 有升华 有感动 那第二部的丧尸呢 逼出了主角团的 各种开挂的技能 到最后是 有枪 有车 还有直升机 虽然最后有一个煽情点 但是和第一部那种 铺垫了一整部 人物咔咔立起来的感动 完全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那最后 我还是给 腐山形2说句好听的吧 其实它也没有 多么的不堪 你要是抱着看 变迁金刚 或者速度与激情的形态看呢 也没啥毛病 爽就完事了 你要是没看过腐山形 或者很早之前看完 现在都快忘得差不多了 那么腐山形2 你去看看 应该也会感受不错 否则的话呢 就俩字 憋屈 行吧 那这期就说到这了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期见